這套以你的角色都挺有趣 很突出 因為頭幾集人們想著戲劇 就是因為你的出現 又令到人追回 就說因為很專注你的嘴 然後你的角色又很搶 很扮演奸角 跟周柏鴻的關係又很離奇 你怎樣看呢? 網民都很正平離外人 怎樣看? 我多謝大家喜歡 但是我覺得這套劇 這個角色本身是一個很好玩的角色 所以變成做的時候 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有心機去量度每一件事 無論是角色的小動靜 或者是微表情 其實大家都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件事上 所以 還有自己第一次做奸角 所以我也挺期待 我覺得挺好玩的 你收到劇本的時候 你說這個奸角很棒 你特意去揣摩嗎? 有有有 其實監製當時有 剛剛找我談的時候 就跟我說其實我有一個角色 其實有兩個角色在想著 究竟你適合做這個 還是適合做那個奸角 最後其實是我自己提議 我說其實我對那個奸角有興趣多些 很多謝監製最後的信任 令到我最後可以做到Paper Door的角色 但是你做Paper Door 都挺專注於嘴 因為很多畫面都是用你的嘴 就像是突然整間房間 你嘴有沒有特別護理呢? 可能因為你拍完這部電影 會有很多唇膏廣告 沒有說特別是甚麼 但是我覺得做護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現在是潤唇膏的經驗 就是簡直我是研究了 有些甚麼潤唇膏是給我急救 有些甚麼潤唇膏敷完之後很容易生瘡 就是這些我開始 我會知道我選擇甚麼牌子的潤唇膏 或者唇膏是給我自己是最好的 還有看到你也多出來拍劇 上年你又有好劇 跟陳曉華一起拍的 現在是否不用照顧小朋友 都不是的 其實你以為很多都不是很多 我都是一連一套 只不過剛巧合集合一起播出 你就覺得好像很多 一連都是一套 其實都是 一連一套都是這樣做 但有沒有說 因為其實你的反應都挺好的 因為很長 那會不會考慮說 我都能夠時間拍多一些劇集 我暫時不是說有這個心態 一向都是 在我的 career 裡面 我自己都是 就是有時唱歌 有時拍劇 就是三樣東西我都涉獵的 有時候做 variety 有時候有主持 有時候做演員 有時候唱歌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 好玩 有趣 還有我自己覺得有挑戰性 那我就會做了 那你接下來 國讀這個女主角 事後 你接下來會不會出席 那個頒獎勵下 接下來會不會出席 當然會出席 我就算 我就算 今次我只走紅地毯 我也開心 因為今次可以和蛇 他們一起走紅地毯 已經夠了 已經開心了 準備了戰衣嗎 準備了 其實應該是 當然 希望 反而不是去想 真的去拿獎 或者怎樣 我真的想 穿得漂亮 然後在紅地毯走一個圈 這樣想 好 但是 你今次的班長是澳門 有沒有說順便 探望親朋友 放假幾天 絕對有 絕對有這個 拋呼氣止的感覺 放下小孩子 我先留一晚在澳門 都開心的 都會有些澳門的朋友 會過來探望我 我也期待的 因為難得有一晚這麼齊人 這麼多朋友在這裡 嗯 但是現在你要拍劇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會不會說 很掛著你 媽媽不要經常出去 嗯 其實這件事 我也要感恩的 就是 小朋友其實都 很有自己的生活態度 也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是說太依賴媽媽的人 所以 這件事我很安心的 嗯 還有今次劇集的主題曲 都是來唱 嗯 那你會不會說 都會做多些歌曲 或者開一些mini-ponsor 正常都是 因為其實已經有一首歌 拍完MV 就在後期製作中 所以 應該短期內 就會有一首新歌 會拍台 但是上次TVB 就有很多歌手 就是其他歌手 有不見地出席嗎 哦 因為那晚我已經 已經本身有工作 所以那天就沒有出席 不過都很恭喜 大家 有這麼好的成績 還有有這麼多的 那些叫做師弟妹 一起去出席這個晚宴 都很開心 很替他們開心 然後我發現我的好朋友 丁子朗 都出席了這個晚宴 好笑話 他是不是真的加入了 去做歌手的部分 他怎麼知道歌手 他是跳唱歌手 我想說 丁子朗是一個 由我認識他開始 我已經覺得他是一個 很有前途的一個年輕人 還有他非常非常非常勤力 那這件事是 我會很欣賞他去做的一件事 還有他勤力得來 我看到是 那個進步很大 那所以 你問我 我都很希望 接下來這個亞洲超聲團 他可以繼續 勇往直前 可以拿到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但他有沒有 因為你本身都唱歌 他有沒有真的去問一下你的學院 他分分鐘現在比我厲害 因為他現在那些 是的 他在上面學的那些老師 全部都是真的 聲樂的那些最厲害的老師 就是 說幾千元上一個小時的那些 還有分不同範疇的 不同領域的一些很厲害的老師 所以 我現在想跟他學習 我沒有說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